好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那因為Google的線上表單現在的功能越來越多 所以我先給老師稍微看一下我們這邊 這裡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就是教師的問卷調查表 點進來 有沒有像這樣 對不對 那最近是比較流行 除了這種以外 還比較流行就是用這種程度的嘛 就滿意到不滿意啊 看分幾等啊 你自己決定 那萬一你沒有填的話 它現在又把這個檢驗的這個部分加進來 以前是不能檢驗就是沒有填也不知道 現在是你有填還能去檢查說 到底是你填的數字還是什麼內容 還是日期 這些都有把它標示進來了 所以如果我這樣直接送出是不行的 有沒有發現它有標示出來 對不對 那你用好了之後呢 它的結果也是出來的喔 好 給各位看一下 好的 這邊呢 我就給您稍微看一下喔 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這個問卷嗎 那它的摘要就在這邊了 選擇的 有沒有像這樣子 如果他要選擇其他的 後面還有那個 可以到底是哪一種的 對不對 填寫 好 然後你看 有沒有通通都出來了 很快嘛 有沒有 那這些呢 都是 單選或者是 選擇 那個選 複選的 那麼下面這些呢 就是針對什麼 問答題的有沒有 只是他有個小缺點就是問答題的部分 它是 連在一起 看到了 不過沒有關係 這是看栽要的時候才這樣 真正 它產生出來是一個一次有檔案 那個就沒關係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他還蠻聰明的 知道有時候要用紙條的 有時候要用紅的嘛 有沒有很快對不對 那你還可以看到沒 他會幫你統計 如果你的是一段時間 什麼時間 有哪些人做的回應 那我們回頭來 看看我們剛剛大家所填的 您直接進到那個 我的雲端銀碟 你會看到這邊 我的是放在問卷這裡 這裡有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對不對 好 我把它點進來 這個是表單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的 摘要的內容 而不是摘要的 就是你填的 有沒有 剛剛大家填的 有沒有在裡面 是一個Excel檔案 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我想要拿來分析 就直接從這邊下載就好了 直接下載下來就好了 因為它本身就是Google文件 所以你在上面也可以編 也可以直接就是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我們先看看這裡 這個把它打開 表單就是像這樣子 好 就是像這樣 那我們先回頭看一下這個 你可以發現我這邊有設計幾個部分 第一個 應該是要看 這個 好 第一個 它有表單的名稱對不對 表單的名稱還有簡單的說明 第二個呢 這個題目下面是題目 上面有沒有一個就是好像段落的標記一樣 好像分支一樣 第一個是填寫所謂的滿意程度 那下面是不是有成效意見 再來還有第三部分就是基本資料 好 像這樣子 那這個要怎麼做 我們原則上就是從 所謂的這邊 雲端硬碟裡面來 你看從這裡 建立 這裡有一個叫表單 點進來 好 那你可以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給它一個標題 然後選擇一個樣式 不過說真的 因為 如果假設你是要 像我們剛剛的情形 就是直接放在寫作平台的 通常我就不用選下面的 因為這樣太花俏 那 如果說你是要透過比如說Email 或者像Facebook 就單純做個連結 給人家填去填的 也許你就可以考慮 加上一些布景主題 讓人家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點 好 所以我在這邊就先單純的 用這個就好了 好 確定 好 一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 在這邊有一個 表單的標題 那麼我們有準備那個檔案給你 就是那個 問卷有沒有 我們有那個問卷給你 你可以把它打開 好 我這邊呢 就先不管它 那如果你要做說明 你就打在下面 好 首先第一個 每一段的 是不是有一個 抬頭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 插 這裡這裡 插入 這裡 放大一點 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叫區段抬頭 就是這個東西 當然 如果你說只有題目 不需要 那你就直接打 好 那這邊是有那個區段標題 所以 假設你有的話 你就從這邊 按一下 這邊就很單純 這是第一段 第一段的說明 這樣 好 完成 就好了 有沒有一個就好了 再來往下 好 如果你是屬於那個程度的 程度的一般 我們就是以數字表示程度 好 那什麼題目 那你要幾到幾 自己決定 好 那你做一個說明 如果一的是 比如說滿意 還是不滿意的 好 那 這點好 如果一定要是必達的 把它勾起來 好 把它勾起來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就好了 那如果一用了怎麼辦 直接複製啦 還要再重來一次麻煩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複製 第二題 這樣有簡單嗎 很簡單 萬一順序錯了怎麼辦 Google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直接對調就好了 會了 其他的差不多啦 你可以先玩看看 好不好 那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在表單下面顯示什麼 進度列 這什麼意思呢 你在這邊填寫的時候 其實在表單最下面 它會有一個那個進度百分比 這邊 看一下 這邊我先勾一勾 隨便勾幾個 在下面 你應該看到 它有一個那個百分比 因為這個現在在裡面這樣看不到 就是 我記得是在右下角這裡 比如百分之百完成了 還是百分之多少 它會多一個提示而已 是填寫的 蛤 是填寫的 對對對 會告訴你說 大概你完成多少這樣子 那 如果說你是屬於類似像這一種的有沒有 類似像這一種 那它就會怎麼樣 就是你在填寫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它要填的 如果是其他你就再加進來 有鉤這個的話 你就這邊要填寫這樣子 好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 你已經做好了 那 該怎麼樣把它 這個網址 把它放進去 還有怎麼樣去查看它的回應 我把它還給你